警方和案行人員搜索一整夜 直到白天 一名男子躲在角落被發現 泡在海水中 趕緊將他拉上岸 好 讓你們要跟我去 我們會陪你們去 我們會陪你們去 他們要歇一吃 男子隨後被送到醫院 他就是前一晚 持刀砍死鄰居的許姓男子 他很喜歡他的生亡 他喜歡站這邊 他在那邊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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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早就 他的習慣就是 習慣站這邊 他不喜歡站前面 事發在二號晚間八點多 北寧路民宅前 六十六歲的許姓兇嫌 趁著倒垃圾時間 突然持刀砍向 六十八歲的黃姓男子 男子當場倒在地上 警銷貨報將男子送為急救 但仍然回天乏術 本所於二日晚間貨報 北寧路段住家 有持刀傷人案 查許嫻因與鄰居黃南 因平日居住噪音問題 心聲嫌隙 便持歷刃砍傷黃南 黃南經送醫急救後 仍宣告不治 警方即刻組成專案小組 分頭調閱沿線監視器畫面追查 許嫻逃逸用的車輛及凶器的下落 案發後警方展開追查 發現凶嫻開了車 逃到基隆必殺魚港 再將車輛棄制 警方隨後與安全員展開大規模搜索 一直到三號清晨 終於發現他躲在船板的角落 今早岸邊守望的員警 全面加強搜尋 便在進岸邊的船板下 發現許嫻躲了一整晚 由海巡人員將許嫻救上案後 警方介護送完三軍醫院治療觀察 警巡後將依殺人罪 移送基隆地檢署偵辦 嫌犯遲刀朝對方動手 但詳細原因警方還要再釐清 全案依照故意殺人罪 移送基隆地檢署偵辦 記者 黃紹明 基隆報導